如果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变成了老烤鸭 你会体会哇 机考的人性化的设置 太friendly 了 so amazing 还等什么 Let's get started 机考和比试你更青睐于哪一个呢 机考有自己的外挂模式 你知道吗 机考更容易出高分 你觉得是传说吗 这就是最近咱们机考的三个热议话题 那今天呢 Lawrence老师就跟大家去做一个深度的解析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不要错过了每周都会跟大家去分享的 雅思和英语学习的干货 今天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选择雅思机考的四大理由 理由一 雅思机考更安全 按照规定呢 雅思机考不能安排超过十位同学 同时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那基本上咱们参加考试的人数呢 固定在五到六位 所以相对来说呢 考试的流程 严格遵守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和防疫标准来安排 除口罩 消毒洗手业外 考前还要签字确认 自己并无类似流感症状 才能进入考场 所以机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证的 咱们选择机考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它的时间灵活性 大部分的比试都安排在每周六这个时间 一个月呢最多只有两到四次 这样的安排非常不方便 相较而言呢 机考给你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广 周一到周五 周六周日都可以去选择参加考试 所以非常的方便 第三个选择机考的理由呢 就是它的初分非常的迅速 大家等三到五个工作日 business day就可以收到你的成绩了 有些比较夸张的考场 转天就出了成绩 真的是比流星还快 搞得很多考牙 非常的confuse 究竟有没有认真的给我判卷呢 初分快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这次考的不理想 我就可以马上去报下一场考试 或者呢通过复义来得到我满意的这个分数 机考的复义的速度要比纸质来的更快一些 选择机考的第四个理由呢 就是机打更自在 机打的好处呢 一个是快 一个就是你的卷面非常的干净 非常整洁 如果你自己非常不工整 或者比较潦草的同学呢 我建议你去考机考 因为考官没有耐心 也没有时间去猜或者figure out 你写的是什么 机考的打字速度呢 可以通过一到两周的时间 提前做训练 提升咱们的速度 所以之前没有考过机考的同学 通过一到两周就可以搞定 好的 以上就是咱们选择机考的四大理由 如果你想到了第五点理由 请下方留言 好 最刺激的时间到了 现在呢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机考真正能考出高分的原因 第一点 机考的体验非常的friendly 相比比试 机考考试的人数比较少 所以整个的注册流程就相对比较顺畅 不像比试要排长队 并且很多时候都是超过20到40个人一起来考试 所以你要等待很长时间很漫长的注册 如果机考你的时间选择好的话 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就能搞定整场考试 比如说你选的机考是下午两点开始考试 那有可能你是五点半去考口语 或者是提前考口语 在一点半或一点的时间 所以从一点到五点 整个四个小时就能搞定整场考试 不像之前咱们参加的比试 有的时候呢 一天 甚至有的时候呢 会安排成两天考试 这样就非常纠结 所以机考的整个流程非常的friendly 机考的考试时间可以选择 上午十点 下午两点 还有晚上六点 下班了 咱们一起去考雅思好不好啊 太苦了吧 太悲催了 开玩笑 这个例子呢 就是告诉大家 机考有很多的灵活性 像很多的night owl 就是那种夜猫子同学 那六点可能是最适合他 因为他刚醒 第二个机考能出高分的原因 是他的操作 hold friendly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机考的考试 你会觉得 哇手忙脚乱 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尤其是听力 根本就跟不上 如果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就不会手忙脚乱 你就变成一个机考的old hand 那咱们分为听说读写 这样来讲 第一个机考听力 机考听力呢 非常的friendly 怎么讲呢 第一个就是他的耳机 都是非常高质量 高清晰的耳机 在机考考试的页面上 除了可以调节音量以外 还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 你可以选中号甚至大号字 照顾了我们这种大龄的考生 更妙的是他字体的颜色 text的颜色都可以去选 在机考听力的右下角 有一个左右的键 帮助大家来回去切换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 所以比翻页来的要快 而且没有声音 在咱们做听力的填空题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键 非常帮助大家 叫tap键 用你的小拇指轻轻一敲 就可以从第一题跳到了第二题 再从第二题再按一下 跳到了第三题 非常的快捷 根本不需要用鼠标来操作 在听力的part two的时候呢 他经常会出一个图表 直接在框框里打勾勾就可以了 比如说咱们地图题 这里有一个statue 然后statue的位置是a b c还是d呢 直接在d上面挑一个勾勾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非常快捷 听到了第三部分 有matching题 也不需要大家敲abc 直接呢拖拽的方式 直接把那个答案拽过来 drag 有一次机考听力考完之后 一个同学跟我分享 老师我研究怎么去做这个题 研究了两分钟 我说很简单 拖拽 drag 拖拽过来 drag 虽然是机考 但是在听力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一张纸 一张草稿纸 你可以随时把你觉得不太确定的题 或者不太确定的拼写 写在纸上 你可以写一些关键的信息 比如说电话号码 信用卡号码 很多的一些大家不确定的信息 或者不确定的拼写单词 先写在纸上 之后趁机把它写进去 注意 机考最终不会给大家十分钟 而只给两分钟的时间 去check你的拼写 因为它没有transfer answer sheet 这么一个过程了 所以大家注意时间的把控 机考的阅读就更爽了 一个大屏幕 中间切一半 分屏显示 左面显示原文 右面显示question 可以快速的定位 找到你所需要的信息 据我所知 很多笔试答不完题的同学 机考甚至留出来了五分钟去检查 机考当然可以去画重点 用highlight的方式 你先选中 然后右键highlight 也很轻松 非常容易 更amazing的是 如果你看到阅读填空里的答案 直接copy paste就可以了 用ctrlc加ctrlv的方式 根本就不用拼出来 这样避免你写错 避免大家超错 机考的写作就更不用说了 是最爽的一项 首先机考写作 它有自己的提示时间 当快到十分钟的时候 它的字体会变红 并不像咱们平时考笔试 有一个考官非常紧张的跟大家去说 You have 40 minutes left You have 20 minutes left 听到考官提示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下 越来越紧张了 There's only 20 minutes left 我大作文还没有开始写了 除了时间的提醒 还有字数的提醒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写的字数 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机考的速度要比笔试 要快5到10分钟 但是提醒大家 在写作还是同样的道理 先写outline 先写你的主纸句 然后再填充内容 如果你只需要6分的同学 那太amazing了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template 直接抄上去 直接腾上去 再加上一些内容的词汇 就可以了 太amazing了 如果你是想考到雅思7分写作的同学 有很多的技巧 在机考里面 你可以copy paste 随意挪动那个位置 与此同时 你可以加fanboys和a white bus fanboys就是咱们说的连词 and but so 直接变成了复合句 a white bus 就让你这个句子 变成非常漂亮的复杂句 如果想了解什么是fanboys 请点击这个上面 哦对了 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马上要参加机考 或者是想熟悉机考的同学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我会把IDP官方的practice test 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说了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改变对雅思机考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你想参加雅思机考 请帮我点一个赞 综上所述 机考被认为是在未来 能替代笔试的这种考试的形式 官方正在不断的去推行 机考的考试和考点 大家一定要提前要适应 这种考试的形式 无论大家参加的是笔试还是机考 准备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再去参加雅思考试 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 我录的一些视频 或者参加盖尔雅思 九分团队老师的全课课 或者是一对一的课 我们的课程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干货 如果大家需要咨询课程的话 请扫我们的官方二维码 我们的网址是 www.gearenglish.com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 准备参加雅思机考的同学们 如果你参加过雅思机考 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 请大家不要吝惜 在下方留言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你的雅思老师 Loris I'll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